mc的模组千千万但好用免费功能性强大的模组是少之又少 所以呢小人就来给他带来个正样的系列网易必备的免费模组合集 这里呢也是第二期了哈上期视频呢点赞呢也是达到1500了 所以说的话也是来对建神诺直接是制作了下期视频 那本期视频呢依然是老规矩点赞到1500之后呢 小人直接开始制作下期视频 今天呢也是来给他带来五款功能性强大的免费模组 废话不多说第一款光盾移动光源 这款模组呢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护盾给修改了一个皮肤 然后增加了一个移动光源的效果 配色呢还是十分不错的哈 就是这个logo实在是有点太显眼了 拥有了这个护盾之后呢 我们的副手就不需要拿火把了 直接是拿着护盾 然后的话一个手拿着稿子就可以进行下矿了 非常的实用非常的方便 合成方法呢也是和普通的护盾是一样的 当然啦护盾的原美效果做的攻击也是拥有的 今天呢第二款免费必备模组高尿信息显示 这个模组呢也是上期视频啊有效版就要是让人做的 虽然呢特别的简单 但是的话功能性确实特别的强 我们只需要我们的这个指针指的任何东西 就可以显示它的物品信息 如果是啊我们指定的生物的时候呢 可以显示它的名字和它的血量 可以说是啊又加了一个血量显示的一个模组吧 另外呢方块它的一些采集工具 在上面的话也会显示非常适合萌新入坑 加上这一款模组 当然啦我们指定的矿物啊 它的上面的话也会出现采集工具 今天的第三款必备免费模组 副手获展武器双持 重所就是我们在原版当中呢 我们的副手的武器是不能够进行攻击的 加上这款模组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多一把武器 就比如说呢像这样子 只不过呢我们的第一人身装的下 它是没有攻击效果的 但是的话确实可以造成伤害 只能说呢作者是把这个动画效果给省略掉了吧 但是呢我们切换到其他人身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副手的武器呢 是有攻击效果的 除了能拿武器 我们这个模组呢还能够拿方块 也是十分不错的 下框的时候一个手拿稿子 一个手拿武器想想都美滋滋 今天呢第四款必备免费模组 FPS帧数显示 在小城之前做光影推荐的时候呢 也是加上这款模组 更加方便我们的演示 也是啊有很多小伙伴想知道这款模组的名字 今天的话也是来分享给大家了 这款模组呢也是十分的简单 加上去之后呢可以显示 我们手机画面实施的帧数 无论你是想测试自己适合哪款光影 还是啊想玩一些生存 看看自己的帧数到底能够达到多少 都是十分不错的 把这些数据可视化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就比如说啊小城这边能够 轻轻松松就测试出小城的手机 适合哪款光影 可以看到哈小城的话 依然是适合这款光影的 一共也有120多帧呢 如果你也想测试出 自己适合哪款光影的话 赶紧去试试吧 跟小城一样 苦力怕光影会掉针的效果呢 可以在大门里面扣个一扣个到了 看看是大家都是这样 还是小城只是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今天呢最后一款必备免费模组 生物群系信息显示 和它的名字一样 加上这款模组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走到相对应的群系上面 就可以显示出它的名字出来 一是为了更好的让萌新入坑 知道当前的群系是什么样子的 二呢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这个世界 就比如说吧 有些生物呢 是需要到特定群系才能够刷新的 这款模组呢 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到我们 并且呢 它也不会阻挡视野 过一会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消失掉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玩的 必备免费模组的话 也是欢迎推进给小城 没准下期视频就是它了哟 虽然呢现在是低谷期啊 但是的话上期视频 还是有很多小伙伴鼓励小长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你们的每一句加油小长的话 都能够看到小长的话 也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会持续给带来优质的视频 那么好 喜欢上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点赞评论分享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